謝謝大家,開始來服侍 這個人他的腸胃失調 所以他會每天不斷的嘔吐 他的腸胃有問題 然後劇烈的疼痛並且不斷的嘔吐 求神憐憫,移植他 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罪吗?犯了罪所以需要被神赦免 但是也需要胜过一切的罪 有些是从前来的犯罪 贪财或是不正当的手段搞钱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那个得医治的人说 你千万不要再犯罪了 否则这些疾病会越加严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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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这边的主人上 我召唤了 我真的太阳了 我真的不开始了 我辞职了 我太阳了 身高了 我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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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想想 你只是想想 神治你 的病毒 那醫師不可以幫你 這個人他未病十年 後來最嚴重的時候 他不敢告訴他的妻子 如果醫生也告訴他 你的腸胃出了大問題 現在沒辦法消化 不能吃東西 一整個月不敢跟他妻子說 他現在病得很重 所以 他不願意告訴他的妻子 也是他不願意謙卑下來 他瞞著他妻子 也是一種驕傲 男人的尊嚴等等 我告訴你 如果你說有人做了什麼 你 你沒有做任何人 如果你沒有做任何人 你沒有做任何人 你沒有做任何人 你已經保持那個妻子 你正在罵對神 誰不承認你 你還要承認你 你還要承認你 我還要承認你 我们这个教会发生过很多时候 录像带上看到得医治的人又回来求医治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他没有对付他生命中还有罪的问题 得医治是一个持守对付罪的过程 得医治释放的持守意味着是对付罪 认罪对付罪核心的问题 对付罪的问题去持守你的医治和释放 然后接着这些人会去很多不同的教会 再一次寻求他们的医治 他们曾经得医治 但是他们后来失了信心 然后这些人就可能成为负面的见证 他们说这个牧师没有把我医治好 然后他在变魔术 但是让我不痛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从对付骄傲开始 然后呢这个人得医治了之后 回到家里一个月不跟他妻子说话 因为他们吵架冷战 他很骄傲的 嘿,不想跟他妻子说话 然后一个很骄傲的态度 又对他的妻子 有一个傲慢的态度出来 然后他生气的 跟妻子冷战不跟他说话 这就是骄傲 他觉得他的妻子应该比他心中想的更看重他 甚至有的人他骄傲不想跟妈妈说话 所以谦卑是你心里的状态 都是你卑躬屈膝跟人打招呼 说牧师找 使徒找 不是的 是你内心的态度对你的家人 你的长辈 长官 弟兄姐妹 所以我跟你们按手医治 然后呢 你的心是骄傲的 一些问题回来了 但是你又开始批评说 我们这个 医治没有 让你得到完全的恢复 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然后你看这姐妹正在哭 然后你看这姐妹正在哭 结果主耶稣有说 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 你现在得医治 你又恨别人 岂不是犯罪了吗 而且是严重的 不饶恕的罪 是骄傲引起的 不饶恕 结果这些使徒和先知 突然的医治了许多人 但他们只守不住 因为现在他说 那个男人在书上 10年之前 他在乳腹里 在乳腹里 在乳腹里 所以 我们甚至小厕子里头 有得医治的人 就在里头 他10年前发生一个神迹 得了神迹得医治了 然后这些都有记录 但是现在这人回来了 情况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变成反面的见证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要很留意自己持守的功夫 我们重新的谦卑下来 再次的亲自的 跟主耶稣求怜悯 求他帮助我们 我们原本都是不配得的 神人不配得服侍别人 被服侍的人不配得领受这些恩典 得医治释放 但是我们一旦得了医治释放之后 我们骄傲回来了 有一些问题回来了 持守不好 然后那个骄傲回来的时候 疾病跟着回来 我们的每一个得医治的人 过程是全部都有录影的 包含十年前的每一个人 所以谁是第二次回来 问同一个事情 再一次需要医治 我们是知道 然后使徒会再一次的告诉他 你犯了什么罪 你需要持守 然后不断的在这里 像是走在旷野中绕圈圈 所以这一次他回来 祈求这个医治 再一次的时候 他先谦卑自己 寻求神 认罪 认骄傲的罪 跟主说 我是骄傲的 我是悖逆的 求主再一次的赦免我 饶恕我 求主你赦免我这骄傲 再一次医治我 所以你知道所有的问题 骄傲是最大问题 因为骄傲会导致很多的 医治释放 无法持守 这是我们平时的态度的问题 那得医治之后 忘了自己 得医治之前 是什么迥样子的 所以我们没关系 再一次的求主耶稣 他亲自医治我们 再一次谦卑自己 求主耶稣医治我们 赦免我们 我们受了阴受的惩罚了 求主耶稣再次 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我去外出工作 我做这些 我回来 所以你吃的食物 你吃的食物 没有 她说 她甚至没有吃的食物 你的孩子 是煮的 她跟她老婆吵 吵架一个月 甚至不吃她老婆煮的饭 有时候你得医治释放 持守的过程是 夫妻一吵架就完了 这个人 她曾经十年前 她的肚子 破了一个洞 主耶稣把她医治了 那这个人回来了 然后她现在的状况比以前更糟了 所以我们说骄傲是一种 基督徒最毒最毒的毒药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 骄傲是一种毒药 那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 而不是说我们选择性的配合神的话语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功课 持守医治释放跟寻求医治释放一样困难 都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 包括你得到祝福 持守也是很大的代价 人一旦骄傲起来的时候 很多的祝福 医治释放 持守不住 所以神借着这种事情 教导我们 一个功课是谦卑 态度上完全的 被神整的谦卑了 就是这些事情 环境兴起的原因 然后这个人跟他的妻子闹离婚了 然后他不愿意回去跟妻子和好 所以夫妻的问题是很难很难的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 两个人都需要学习谦卑 我们所有的环境 不论是贫穷贫困 艰困遇到事业的困难 婚姻的困难 全部在管教我们骄傲的罪 大家会发现根源是骄傲 不饶恕是骄傲 不顺服是骄傲 想吵架要回嘴是骄傲 想要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骄傲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话语都记住 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2024年 每个人要做这个功课 谦卑自己 认罪为改 我们谦卑自己 学习悔改 将会帮助你度过这艰困的一年 你越谦卑 神的恩典就越多 你就能度过困境 所以一切不饶恕的人事物 把他忘掉吧 把他饶恕吧 把他放掉吧 谦卑自己饶恕别人 我们就进入 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恩典 所以一切生气 仇恨 被冒犯 这些都是骄傲引起的 如果这里是天国 我们所有需要的 只有一件事是谦卑 天国的 一切的原则是谦卑的 是首要的 最重要的是 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 是说这个弟兄现在 十年后又回来了 他的问题 需要被处理 那我们多说了一些目的 还是为了弟兄姐妹 能够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能够帮助大家 来持守 医治 释放 解决你生命的问题 那这个人他曾经有 这个动风的病例 所以他右半边是天摊的 医治这个动风的弟兄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进入到这个弟兄身上 那开始彰显医治的过程 请他站起来 请他站起来 你要对女人是认真的 你可能 男女关系上不是认真的 然后你恨你一个女人 想跟她这个 不是认真的 结果你让那个女人哭得很厉害 然后你开始头疼 弟兄你很幸运 因为你来到这里 我告诉你是 你可能有对不起一个女人 然后回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病就会好 那恩赐就是 你知道神给你一个恩赐 知道怎么使用这个恩赐 这个并不是像是说 我身上有钱 我可以用来买什么东西 不是的 但是这个对一个女人的态度 并不是觉得说 用钱去满足她 所以神给我一个恩赐是 我为他一致释放的时候 我可能能知道他根源在哪里 他说的这个根源是 这个弟兄跟一个女人的感情出了问题 导致了他中风的这些问题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男女交往上不能怀恨 前女女友的痛度 前女友的痘读 夫妻跟男女朋友都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弟兄認罪之後可以持守這個醫治 問了醫生說這個病是什麼狀況呢 一個怪病 你聽不到聲音的人 你的論左上角有一個小喇叭把它打開 有辦法立at並沒有強調 这个姐妹她的皮肤病是 出生以来就有一些问题 好像会全身发痒 那现在这个姐妹就哭了 一个能力 听到她身上 跟到神送给她 画面左上角的小喇叭要打开 如果你是关掉的话 声音会听起来很小 这个弟兄他右边的膝盖出了问题 三年了没有好好的医治 他只十岁而已 但他膝盖从七岁开始受伤到现在 他才能让他身处了 是能够找到大事的原因 它决定了在右脖上的鸾 是听到现在的时候 他在一个人体内心里 麻烦了一段时间 他陀佛心中有性消息 这样的这一谐 即使说一路如谁 今天使徒大卫的服事 比万国教会早一小时 他在过三年之后 他已经患着这个右腿的痛 他在过三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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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持续 为这个小弟兄 他的右边膝盖得医治 做灵力的医治祷告 他在过三年之后 这是超过二十年的 严重的鼻窦盐 他不能呼吸 他的鼻子不能呼吸 使徒为他一祷告 以后他就开始喘了起来 今天 这个使徒大卫服事 恩高都比以前更强烈 他的鼻子不能呼吸 得益智了 弟兄是眼睛的问题 他在读书的时候是没办法 左眼很模糊 看不见 弱势 有个医疗报告在这里 喷上恩膏水 让他站起来 所以使徒在拍他身体的部位 都是一些特定的部 可能是胸口 手肘 手掌跟膝盖 通常是头部之外 持续领受医治 倒了 今天使徒跟我们分享认骄傲的罪 然后很巧的是 我们休息了这两周都在讲认罪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发那个天国法庭的认罪手册 第一个打开的第一章要认的罪 就是骄傲的罪 因为使徒说骄傲是所有罪的根源 你的不饶恕 不顺服 不听话 不守秩序 然后态度不佳 全部是骄傲的问题 只要认了这个罪 所有问题会解决的 这个一致进行到一半 发现要为他赶鬼 谦卑的主题 谦卑下来神就垂听我们 祷告一致释放 祝福我们恩典更多 财务就会突破 大家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的论看不到画面 你要更新 输入这个网址 用浏览器输入zom.us 去更新你的软件看 是不是最新版本 他是你的儿子 OK 所以 之前他开始嘔吵 他开始嘔吵 他在睡 他开始嘔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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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你把你的画面 用手指往左滑 往右滑 试试看 站住 好 另一个 问题 不要碰他 让他在地上得医治更多 今天说的是认骄傲的罪 刚好 我们是没套招的 是 圣灵感动我们 分享同一件事情 认骄傲的罪 持守我们的医治 释放和财务的突破 所以我说过年 我们来认罪 然后许愿 认罪 悔改 许愿 这个是一个谦卑的 动作跟行动 如果我们认罪 就是谦卑自己去认 我们所有的罪 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 昨天为一个 认罪完之后 为一个姐妹 为他 为他 这个好像是 发烧 为他一起祷告吧 就很快 得到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先认罪 再为人祷告 这是一个朋友 认罪也是一个捷径的过程 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 主耶稣的保血 圣灵的活水 就会起作用 捷径我们 我们就会到达天父的面前 我们的祷告天父就垂听 就应允我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秘诀 就是跪着谦卑的认罪 写下来 跟主认 认罪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 今年一整年很多事情 开始有了改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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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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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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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字幕 李宗盛 另一個國S住在深圳 它是我們群裡有一個國S拿到唯一一瓶TP月蘇雅的恩高水寄到中國大陸的 那是2021年的事情 只有一個人拿到 其他的人都被海關沒收了 我們去那個 回來了 這個姐妹她月經不正常 週期不正常 然後還有荷爾蒙失調 所以會導致嘔吐的問題 然後不正常的嘔吐 神的能力透過恩高水浸到祂身體裡面就會有一些冬險 一些不正常的疾病有時候是邪靈嚼擾 祂是有 過年的時候家裡有人拜偶像燒香等等會 常常會造成一些家裡的人不舒服 這時候謙卑地祷告求生 這時候謙卑地祷告求生 色緬家人拜我向的罪 為他們代導 謙協 十三歲 精神有狀況 所以這一類的邪靈看到使徒手要按下去的時候 他臉上會露出害怕表情 是邪靈害怕使徒按手 說這是方言聽不太懂 他說什麼好像嬰孩的腦子有問題 他這兒子是因為神社群高度 驚者不太懂 聽到他手機是一、徒歐大約 你會治得身分 變成終建造 徒歐大約 我和神社群高度 他臉上的小孩 阿天 祖父子 阿天 我其實是個子 dazu 這就是阿天 這就是我的兒子 祖父親 這就是阿天 在每個情況下,神仍在說什麼 聽到嗎? 我們必須知道 我們的孩子在家 我們必須知道 我們不相比 我們在外面的孩子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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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撒但魔鬼 攻擊父母的其中一個方法是讓兒女健康出問題 每個孩子命定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去期待自己的孩子 想要像别人家孩子一样 做这个那个 或是你一直祈祷或期待 你的孩子 什么叫做正常的 像别人的孩子一样 去做这个那个 有时候会有破口 这个称作母妇里的伤害 医治释放里面 怀孕的时候 一直说我希望我的小孩 如何如何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孩子听到会 淋漓出问题 常常我说 儿女有问题是 父母有问题 父母得医治 儿女就得医治 生妈妈就身上有一些反应 我们有三周没有直播发生很多事 在万国教会 他人家的经典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女人的肝心 我跟他有病人在教肅中 他就是在福祉的族 然後是到這位女生 醫院的病毒 他還說到醫院的醫院 她不可以提供她的解釋 她不可以提供她的解釋 我们继续看 这位女儿的女儿 她有困难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is is an exchange reaction as God Almighty is uprooting everything that is not of course in her body. These are poisonous substance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her body. The subtle of the Holy Spirit is moving all over her body to uproot the cause of her sickness. Continue to watch as she coughs out those poisonous substances. So she has terminal disease. So this terminal disease has caused all sicknesses cause TB. You name all sicknesses. You can bless him. Cameradies. They say people see what is coming out of her body. We can see those bloody substances. This is not ordinary vomit but poisonous substances. This is not ordinary vomit. This is not ordinary vomit but poisonous substances. This is called sickness in her body. 离告完吐血了不知道什麼東西 她是說她不能走路但是為她离告之後吐血 那鼻子也有血 血快跑出来 有毒物质 所以神的医治是超自然的 有时候你说不能走路 结果吐的是血 对不对 你不知道身上有什么问题 导致不能走路 有毒物质跟这个血 这不是眼的 这是生的 哇 好厉害的释放 这就是我告诉你 当我们有神的祝福 这个祝福是你达到的 没有 祂不能走路根源是身上有别的问题 可能是癌症 肿瘤 然后这个东西从祂鼻子嘴巴吐出来 这是神的超自然的医治 吐出了 有毒的物质组织什么癌细胞 通通吐出来 你知道吗 说这回事你这应该想如何 他需要由神的 我来不戀了 我需要我 我马上力输了 我没成意 我做变变 你不做变变 你不做变变 你够得出矿吗 你迅速竟他冗变 你够得出矿吗 你再做变变 我的天真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 如果你疲倦 你疲倦 你不是很健康 你只是 你甚至也忘了 你很自然 你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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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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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釋放 流鼻血從鼻孔冒出來 好 那是瘋狂 不小心 我疲倦 我疲倦 of what is coming out behind me 可能是因为过年的关系 这个Zoom的速度还挺顺的 感谢主 高血压然后心率不整 56岁这个老妈妈 她的心脏心率不整 不胖 下来 下来 希望方多了 那恩高水给他喝下去 看能不能起更深的释放 已经吐了好多血块出来 这是超自然的 医治释放过程 会吐出这种血块 一般不常见 极为罕见 这是糖尿病的 今天这个使徒大卫状态是我看过最好的一天 你看他手一挥这个人肚皮就动起来了 这很厉害的 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我们讲谦卑的这种道 我们的状态就很厉害 今天使徒每个人都是手一挥就起很大的反应跟作用 这代表上个礼拜没有直播室使徒大卫他也休息14天 他也休息14天 对有的人你看到觉得耳心想吐你就准备一个垃圾桶把他吐出来 然后祷告 然后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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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脚烂掉的 也是罕见的 要医治这个脚烂掉一个洞 伤口不能愈合 所以来求神医治这个咒诅 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得医治 得医治 手机可以横平放大 用手指把画面放大 想看大一点画面的手机 可以横过来把它放大 我好像忘了通知QQ群 看来,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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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脚烂掉的 得医治 所以你会自由 所以你会自由的 祝福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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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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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a girl with rhinocinusitis since childhood And she too is receiving her healing And the servant of God is praying for her 9点钟了 当地是下午3点 我们差6个小时 如果你是后来死的 在我身上房間的新年級一般學生有些人 where is the wife? you say what happened? what do you think? divorce which divorce? that's what i'm asking yes so you are the second wife so during divorces 所以在禁止,他開始被病了 我告訴你,你在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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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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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沙迦 fried 我回答 we need to discuss, I will talk to you, I am coming, because of time. Yes viewers, we are coming to live here at the Roadmap Ministry International. What we are witnessing on the screens of our television is the prayer line section. We see the minimum what is mystery prayer to the God's people, the people that com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seeking the f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現在是重鎮的禱告完了,為每一個人禱告,第二階段從第一排開始,每個人按照 哇,今天這個恩膏太強了 不太一樣,跟平常不一樣 平常不會第一排的時候用十成功力 南非簽證不太好申請喔 起步價是一千五左右 然後申請要提交很多很多資料 你要淘寶上面 或者飛珠多問幾家 小紅書多問幾家 然後去到還要國內線轉期 所以 費用要預備大概兩萬五到三萬之間 今天使徒的狀態是 我第一次看到他狀態這麼好 這可能跟聖靈感動他要謙卑 講這個謙卑的道有關 剛剛一直說 我們謙卑認自己的罪 神的恩典就會更大 那他休息兩個星期之後出來服侍 這個效果都 好像預備特惠一樣 這是這一年 去年年初看到現在 他的狀態越來越強 恩典轉移到他身上 承接萬國教會的恩典 接著復興的烈火 扁然整個非洲和亞洲 扁然整個非洲和亞洲 有沒有弟兄姊妹認識 馬來西亞的611靈良堂 611靈良堂的牧師 有認識的可以微信跟我講 所以我們服侍有休息是好的 就是你重新恢復服侍的時候 你的恩典都會更大 神說要知道我們是需要休息的 要休息知道神是我們的主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 心中持續的默念 求主的恩典也臨到我們 現在輪到這個弟兄 那祂現在來祷告 祂向主認罪謙卑地求主原諒赦免他 那使徒說聖靈告訴我 你有一個驕傲的罪 認了就行 把驕傲的罪認了之後 這個病就不會再復發 有對付驕傲就會完全得醫治 沒關係 既然來了 神都有恩典 先第一次報告 所按自己的肚子 那TBA說 我們有問題的時候不要逃避 一定要趕快尋求神 有再怎麼樣犯錯犯罪 尋求神 是唯一的出路 一個驕傲的活力 他在生命中 所以你坐在這裡 所以你坐在這裡 所以你想你想你 你們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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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憤怒 你們好玩 他們好玩 你好玩 你好玩 跟你們好玩 跟你們家族 看見什麼 你們好玩 这个愤怒的灵呢 跟家人大吵大闹之后 身体出了问题 然后去开刀 然后你对家人 与暴力或是动手中脚 这个跟家人有纷争打闹 最后神让你生了一场病 要给医生挨一刀 给医生下刀子 然后这个弟兄 又花了他不少积蓄去手术 手术没有用 于是十年前 他来了大卫使徒这边祷告的医治 做了见证 然后他又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谦卑 我们属灵的资产上我们是破产的 直到我们学会谦卑这个功课 我们才能够累积属灵的财富 否则我们是破产的 从属灵上看来我们一无所有 有没有骄傲的问题 属灵的问题 有骄傲这个成分 你就是个属灵里面破产的 没有任何属灵资产 没有任何属灵资产 如果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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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属灵里面 他会告诉你 每次睡觉 我会看到死人 但是 他会告诉他 他会告诉你 他会告诉我们 我前面那个 膝盖受伤的弟兄 躺到现在没起来 我刚才发现 躺了半小时 像那个躺在地上睡着的 就是 他进到另一个领域去 是一段旅程 关键是持守的问题 怎么持守 总的来说 是持守谦卑 所以我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心得是 持守谦卑 就会持守所有的 一致释放和祝福 就是持守谦卑跟顺服 还有饶恕 因为谦卑 就会带来顺服跟饶恕 那态度 要一直改变 越来越 向主耶稣如何 谦卑 让我们就可以维持 自己的一致释放 特别是说话要慢慢说 小声说 不要太急 圣灵和主耶稣是这样温柔的 如果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学他的样式 我们生命就会跟着改变 好 夫妻关系会改变 礼貌 我们现在国内如果能够大力推动谦卑跟礼貌 的两件事 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婚姻问题解决了 家庭问题解决了 事业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夫妻相处彼此的态度 必须要很谦卑的彼此对待 就会带来很大的祝福跟突破 这是我今年最大的体会 感谢主 我讲一个见证 我不是说大家跪着谦卑悔改 然后我做完之后 我爸妈 我爸爸今年煮了一桌年菜 叫我妈妈回家吃 我吓一跳 我妈妈也吓一跳说 我爸爸怎么动起手来煮了一桌的菜 然后我们家就是 只是我爸爸煮的过年 感谢主 煮得很好 他花了很多工夫去准备 那整个信了主以后 谦卑下来 人就改变了 不会说这些过年的事 都是老婆该做的 而是她自己动手做 所以我妈妈就很高兴 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 全家都蒙福了 出国这种事情 我相信拦阻很大 就是你要去什么地方出国 你要向主祷告很久 大概通常要祷告 三个月到半年一年 否则一出国的当下 你好像什么证件 护照什么都办好了 你要登机就有拦阻 甚至去机场被盘查 那个群里不是有个中弟兄他去万国 教会被盘查 结果他飞机就没赶上 他在广州被海关刁难 然后他们其他的人都 上个星期 星期二星期三就到万国教会 结果他一个人搞到今天还没上飞机 他飞机飞跑了 他所有的票都摧了 又从头买一次票 结果他现在去的话 就要参加下个星期的主日 跟不上他们一团 所以这一类的 拦阻是很厉害的 你们出国这件事情要祷告很久 才会顺利 今天晚上的我会剪好分段之后 发到微信群里 但因为他们有15个人在海外 我怕说我发微信发视频 他们那个 在海外的微信开了 说那个 尼泽利亚的 网路的电话卡的流量被我 挤爆掉 不敢发太多 等他们回来我再发好了 不然我怕他们尼泽利亚那边流量 被我一发之后用完了 我今天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尼泽利亚那个 万国教会今天 没看到福士耶 我就想说 他们今天怎么直接进入集体祷告了 还是顺序对调了 你平常这个时候万国教会已经福士完了 可是今天这个时候没看到他们福士 有看到他们在敬拜 但是直接跳到重播三天前的海外特会 然后在重播那个特会的时候 是不是有福士我不知道 但是后来直接跳到集体祷告了 那个现场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所以使徒对这个女孩说了一些话 有时候是她隐私方面的问题 她没有拿麦克风讲 他们这批去万国教会去一周左右 但是他们没有赶上上个星期的主日 就是到的时候已经主日快结束 所以他们应该已经呆了七天 那如果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服事耶 如果没服事到就有点可惜 应该是应该是有服事 但是服事的过程没转播 快的话可能星期二就回来了 是我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会召唤他 上星期日 是一个朋友的代表 所以你会召唤他 所以你会召唤他 你会害怕他们吗 没有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但问题是他们的管理人 他们感觉我会召唤他 或者他会召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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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业工作上遇到人刁难他 可能是工作事业有问题 但是我还没有死 但是你必须要召唤他 如果一个人要求你召唤他 所以他为什么要召唤他 为什么要召唤他 因为他会召唤他 他会召唤他 和他一 inclined na ku wo 他很可怕 他神經病 他一直有こと 你会召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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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召唤他 你不会召唤他 因为你怕召唤他 你会召唤他 因为你会召唤他 說這個弟兄有精神問題 神話 福士恩典来自两方面 一个是你要被神赋予这个能力 二方面是神把有问题的人带过来给你 福士 然后你有见证 于是这个事工有见证就扩展 从家里做什么事 只有14岁 所以你是父亲吗 是的 当然 所以谁让他有问题 谁支持他为他有问题 他们说他有兴趣 我没有信任他 这孩子跟他父亲 没有说清楚什么问题 他说这孩子不太听话不顺服 使徒说你想要孩子听话 可是你并没有把耶稣放在你的心里 很尽全的过属灵生活 相信主耶稣 你还没有进入属灵生活 所以你的孩子会很难管教 好像他不受限制一样 因为权柄的次序不对 你顺服主耶稣 然后你儿子就顺服你 你还没有对齐主耶稣之前 你的孩子难管教 你还没有对齐主耶稣 我们使用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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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力量 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 对齐主耶稣 我明白 这是妈妈 你你想说什么 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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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助我们的力量 我也是基督徒 孩子的妈妈是基督徒 但是他父亲不是基督徒 但是使徒说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 每个人都相信有一个上帝 但是他们每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用心灵恨诚实敬拜主耶稣 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 挂名的基督徒 跟真实敬拜主耶稣的基督徒不一样 没有进入到属灵生活 你们要夫妻一起坐下来读圣经 彼此祷告 这样才像是基督教的家庭 夫妻生活 一起读圣经 我就要跟您併着 我会不会跟您称 untilταν eigenlijk 然后 最主要的 房年 因为你 black 我会说你 君 I will tell you you are a christian So do you see what a christian do Look at what a christian has done Now this boy now know what is christianity What am I am going to protect you I are going to loveAnd I am going to love you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t is going to come down It is going to be all I w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t is going to come down 啊 啊 Verizon 作文文字幕的字幕 作词曲 李斗亚 阿姨 阿爸姜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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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Christianity We use two languages Language of the Mount Language of the Spirit This one is spiritual language 所以語言有兩種 一種是靈禮的語言 一種是我們日常的語言 那現在服事的時候 這些現象是靈禮的語言 kimse就在講 ней找她們的 GUIS 好的 控制 Elvis 綠慢慢 都而言 面 Pakistan 我看到万国教会的服事 他们是在YouTube没有播在Facebook Facebook上面有播万国教会今天的服事 然后是门徒为中国的弟兄姐妹服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how are you ?! I'm good how are you ? they told you ? I said I said Wow no they didn't Hey Come so you people,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look at The Faith look at This was two weeks ago I prophesied to this woman 祢 remember 祢 said him to get married I'm pregnant already Remember what I said to him Say i'm singing who I say i'm sing who 在两周前使徒为义上这个女的祷告 然后她说怀孕了 但是出了问题要找这个生父是谁 今天把这个让她怀孕的父亲找出来 来劝她来祷告 要是怀孕了的话就负责任吧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就变成为了娃娃结婚了 家庭问题 上演这个金牌和解 你不是说是说这种小学生的事吗 是说这种小学生的事吗 I'm going to see you pray for you must thank God that I can see what was the ladies are desperate to marry this I'm going to see you I'm going to see you Look at that lady once again as she falls to the ground under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I'm going to see you I'm going to se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中间这个区块的也被复视了 平常没有复视到中间的区块 但今天坐进来的人都被他按熟了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just witnessed the men of God ministering the world of life anointing water to the little girl and as you watch there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your screen after I touch this is what came out of the system of this lady she's vomiting our poisonous substances yes we are still coming to you live at the Roadmap Ministry International we're still witnessing the mightine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yes we are still coming to you live at the Roadmap Ministry International we're still coming to you life in the you and we're still looking to go to th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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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翻译 看图说故事 我有看到那个万国教会 有服事结束了 他们聚会结束了 然后 然后门徒服事那些中国的弟兄姐妹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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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去 然后有得释放 有看到 隔了三年还在得释放 所以这个医治释放 是持守一辈子的事情 有时候你一次没有释放很干净 第二次释放多一些 第三次又释放多一些 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但有可能你做了某些事情 又比以前更严重 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要严格来做医治释放 是在考验你持守的功夫 所以你没有得医治 没有得医治的时候是 你要先得医治 是在考验持守的功夫 还是你直接 个人面对根源去努力 有两种方法 这是一个精神病的 所以医治释放是 你本来你要自己面对的问题 提早用外力 用外力强迫的方式 把这个当前的需要医治释放的问题解决 它解决完之后你持守 跟你自己想要花功夫认罪 跟神一对一去解决 一个很快解决 但是很难持守 然后另外一种是你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 你针对那个问题下去努力 持守住了 所以无论别人跟你按手服事 还是你自己想要跟神一对一 神经质坐在你身上 都是需要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过程 所以我今年过年我才跟大家分享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 有没有知罪悔改 拿一个清单 我知道个人问题是什么之后 一个一个认罪 你有这个过程你就能持守 否则你去按手什么 就像有些弟兄去了万国教会 现在又要再去啊等等 那等于来来回回会花很多钱 可能他一趟两趟五万 那很多人工作五万要赚一年 那如果你愿意对付自己的罪 也许你一个月很认真对付四十天 二十天已经搞定了 你不需要花一年的工资去一趟万国教会 万国教会在 那是另一个教会啊 在尼泽利亚 尼泽利亚书亚那个 然后现在这个 使徒大卫是在南非 两个国家 南非在南边嘛 尼泽利亚在中非 所以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愿意自己做认罪 我就说你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一致释放 只要你 听了使徒今天说的 你谦卑下来向神认罪悔改 不按手也可以得到神精致帮助你 所以我说祷告手册的方法是 除了按手以外的另外一条方法 虽然比较慢但是会很彻底 因为你知道问题是什么之后会快很多 如果你只是想说我去按手就好你不想持守那对不起这个可能持守不住因为你不知道你个人问题是什么 你就算去被按手也持守不住 这是经验之谈 很多弟兄姐妹 因为去了之后又还有一些问题 这是持守的问题 所以 你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 这个女生说一切都有问题 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总归来说有骄傲的罪 通常都是这样 如果你凡事不顺利通常是骄傲冒犯到神 他会让你诸事不顺利通常是要注意 所以说不能随便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害了他 好像现在家长很宠自己的小孩不愿意教导他们正确的事情总是跟他妥协 这时候这个小孩变成巨嬰了 以后很多事在他人生的路上很难诺教 这是一次服饰两个人 手是服饰后面的脚是服饰前面的 今天这个恩膏真的太强了 他这脚尖碰一下 这个两个男的就叠坐下来 他的脚一踏就 这个过程是像触电 就是好像手伸进插头里面220的电电道的感觉 可能前面来的这些是牧师 所以他想要得到一些能力 这个使徒给他一点 服饰上的帮助 就是触电反应 应该是牧师 看起来像是牧师的人 我这服饰到后面的时候走到 第二次走到台前的时候恩膏会很强很强 就是回到祭坛的时候恩膏很强 认罪祷告手册 有啊 今天不是才发到群里吗 我没有看微信群的信息吗 有没有人你不知道微信群的 赶快加我的微信 或是你发微信信息给我 拉你进群吧 因为那个QQQQ现在很多东西发不上去啊 所以我比较多信息会发在微信里 QQ发祷告手册就被封了 然后现在那个文档发不上去 那你进不了群的人 加我的微信哦 我打在屏幕上 文帝兄啊 有什么意义 看我的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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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你是第一次上来的吗 是不是有人你第一次上来 没看过这种 这是南非的使徒大卫彭愿 南非的 是现在全世界绝对榜上港港的 应该有前三名这么厉害 是不好意思说他是最前段的 做人要谦卑一点 大家都说他好就不好 所以现在不敢说他是第一的 不是有两种恩典一种是个人有得到的能力是一个恩典 第二个恩典是主耶稣把需要医治释放的人带到你的面前 这是两个恩典 如果你很强的能力 当然主没有给你这些患者 你会英雄无用武之地 所以我们要很谦卑感谢神说 这些弟兄姐妹被带到面前来被服事 否则会没有见证 那没有见证的话就没办法拓展你的服事 所以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是神在使用 让这个使徒的事工可以扩展 所以使徒心里很清楚 这一切是神恩典 那恩膏很强的时候 全场有鬼父的人会叫起来 他还没集体祷告 但是他们叫起来 是像当年那个麦约翰 对不对 很多人 现在恩膏很强 你坐在屏幕面前的人会感受到 对不对 有些人现在坐在屏幕面前会感受到 很强一股电流 圣灵亲自运行 坐在座位上的一些人被触摸 他们叫了起来 有可能屏幕面前的人也会感受到 现在的圣灵的电流同在 这是到很高的状态的时候 你服侍的时候没有被你碰到的人 他们会得释放 这是特别高的阶段 很高很强的阶段 会有很多现场的人同时被释放 但是并没有人去碰他们 没有去南非的计划 因为你去南非 这个费用不便宜 而且关键你要能持守得住 这个给我们大家看的是说 持守的问题 这个使徒叫这个弟兄要认罪 他说叫你认罪 如果没有认罪 有些问题无法一致释放 他说他心里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有犯了一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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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有两个很厉害的人 都很年轻 但是我们不认识 两个帅哥啊 韩国有两个弟兄很谦卑 一个叫贺弟兄 一个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很多人会把他们两个人搞混 因为风格很像 靶型很像 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是谁的门徒 这时候有些特殊的情况要在公众 公众的场合认罪 才能得释放的意志 那两个弟兄就不在韩国服事 他们在南美洲 韩国的弟兄在南美洲服事 两个都在南美洲 有时候他会去日本服事 但是要看他的行程表 有没有去日本 若是去日本的话 若是去名古屋大阪跟东京 那你找那个 普拉德休克的行程 这位弟兄有这个精神病 那现在服事一些疑难杂症的到台前 最后一个服事阶段 恩高最强的时候 把一些没有彻底的释放的人抓出来 在这个台前服事 别人说服事没有到这个程度 了解吗 就是说每个人说他做服事 但是深度和广度专长不同 好像有的人用讲道就可以使人得释放 有的人用戴敬拜唱歌 就能使人得释放 有的人像戴认罪悔改 也能使人得释放 方法有很多 不见得是需要邻里的服事 因为你深入圣经深入祷告手册 这都能得释放 只是我们分享这个叫做方法之一 就是说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完全靠神的能力的 服事是这一类的 当然你要自己努力认罪悔改也行 一定可以 主耶稣可以亲自服事你 但是你要先被认罪 此外 族都给这个人搞懵了 因为 他有精神疾病 所以他说的事情跟现实对不上 他要求救救 你會聽嗎? 我會聽 我會聽 他不是在招待罪人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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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一致四方 這神人給你按手 当场得一致的释放 是先得释放再持守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是 先修剪自己 然后得到一致释放 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先得释放 一个后得释放 但是中间都会经过一段 逼着自己改变 持守的过程 这是不变的 所以无论你被人按守 得释放 你要有一个持守的考验 你是自己打算修剪自己 任罪悔改 跪在神面前 然后这也会得一致释放 有两种方式 总的来说是两种方式 如果你先得释放被按守 但你持守不住的话 后面会很难处理 所以我常常说 你可能花一年的工资 或八个月 九个月的工资 你想出国去 一趟一致释放 然后你祷告 求神预备 预备这个资金 然后你打工九个月 去给他按守 那你为什么不花九个月自己祷告呢 代价是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你工作九个月 交了钱出去给他祷告 一个是你自己 都不要上班好了 你就在家躺平 每天祷告 因为你花掉九个月工作的工资 等于 那九个月白干嘛 对不对 那你九个月不要上班 你就白干 没收入 在家祷告九个月 你肯定好 肯定好 我认为肯定好 因为神给你一个很大的困境 有时候是 逼着你突破 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环境 为什么说狗急跳墙 那狗可能本来只能跳 狗可能本来只能跳椅子桌子 那狗为什么逼到能跳过墙呢 那个环境 逼着那条狗得跳过那条到墙 所以同样的上帝可能把你逼到极限 让你能够跳过那一道墙 有可能 所以不要看环境是苦的 有时候是神要逼你突破个人极限 你会遇到很大的状况 你会很慌 但是你心里知道主耶稣掌管一切 你不害怕 你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你突破的那一刻 你的信心整个会异于常人的高 因为你可以跳墙了嘛 所以你的信心就不是跳桌子 跳椅子的那个信心 你是可以跳过那一道墙的信心 神会把你逼到洁净让你变成 一个信心异于常人的人 那就是你的恩典 所以把这个苦难看成是 被神逼着你 要越过那一道墙 我说你花九个月的工资去一趟 不如九个月在家躺平不上班 每天认罪悔改 可能你只要搞到 搞到九十天就解决了 不必搞到一百八十天 或是两百多天 问题解决了 那再来就是 强逼自己进食 十四天 七天 二十一天 四十天 强逼自己突破那个限制 逼到极限的时候你就 做得出你曾经不敢做的事 当下就觉得 非常的苦啊 你怎么也没办法 祷告好 对不对 但是你 深切认罪悔改 深切进食 深切的跪着跟神求 每天跪个一小时好了 通常不消四十天问题就解决了 很大很大的困难 也很少二十天不解决 除非你要服事全世界 你才要进食四十天 否则你再正确的认罪 悔改谦卑 祷告很少超过二十一天 不成就大事 很少 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有些事我祷告好几年 但是神每一年都让我距离目标近一点 然后我就恢复了信心 我知道神有听我祷告 离目标越来越近 这就是好的过程 这个一祷告又吐血了 这个疾病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一直打呼噜打呼噜 然后发现是有不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面 使徒医治他超自然发生 他流鼻血 所以旁边这个人第一次来 他担心他的好朋友流血 使徒跟他解释说 这个是不好的东西出去了 不用担心 他超自然医治完 这个血会停下来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拿这个卫生纸擦一擦就行了 打呼噜不是疾病 但是如果很严重影响到呼吸的时候是 通常禁食祷告减肥一些就行了 枕头角度不对也会打呼噜 是的 但是现在她来了跟姊姊 子 我看见人家的定性 是 我们希望人们都会跟他 如果您说您以前留意 您就不想 您不想 您不想 谢谢 謝謝 這個使徒要求他說 你想要進一步得意志釋放的話 你到前面認罪 你公開認罪之後 神就會一致釋放 有些罪是必須成為眾人的借鑑 所以講一個鑑證 告訴別人你曾經犯過什麼罪 讓別人不要再踏進那個坑裡頭 堵住那個破口 也是幫助別人 等於是 為別人做一點貢獻吧 就是把自己不該有的遭遇 講一些見證 像我就可以說千萬不要玩股票 這個我講過見證 千萬不要玩股票 因為你玩股票賺的錢都是別人輸的嘛 所以 就不要玩什麼期貨股票啊 集權這些東西是害人害己的 投資基金這些 這些害人害己的 這個人 看起來就不正常 那師徒說你肯謙卑嗎 然後他就彰顯了 所以我們看到問題了沒有 有驕傲的罪對不對 使徒一說謙卑 然後這個人就發作了 要知道這個很多意志釋放的根源是不饒術 但不饒術的根源是 驕傲 你謙卑下來你就 饒恕別人 很多問題全部解決 從婚姻、家庭、事業、財務 會全部都解決 就謙卑下來 謙卑下來就是敬畏神 遠離惡事 然後不能投機取巧 謙卑就是 尊敬神的律法 順服神的律法 精神病也能得釋放 神的恩典在每個人身上不一樣 有的人他一得釋放之後 他就不想再犯那個罪了 這是最理想的情況 他有恩典 有的人得釋放之後 回頭會很想再重犯那個罪 那就考驗自己持守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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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站起來 可能犯了某些嚴重的罪的時候 沒有 不願意認罪的時候 會受到折磨 他跟著我走 走到檯前 走到檯前的時候 會更容易快速得一字釋放 那你自己往祭壇那邊走 回头往这边走 用跑的 谦卑就认罪 所以使徒逼着他要谦卑认罪 这个坏男孩干了不少事要认罪 CNR 碰这些不该碰的 黑暗全是跑到身体上 所以认罪是谦卑 因为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的家庭 我们在家里面笑,我们有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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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逼著這個男孩子認罪 有些問題不認罪就會卡在那裡 很難釋放開來 最後變成用暴力的方式有沒有 能力很強灌下去 他直接趴一聲倒到地上了 就趴不倒在地上 這個不好受喔 所以坦白衷寬 不然不坦白衷寬 不坦白的話就有罪受了 過程會很難受的 因為要付出罪的代價 不認罪耶穌就不赦免 特殊情況是 某些罪要認 不是說 我受洗了 然後主耶穌就除滅我所有的罪 所以那個 施許約翰不是 為那猶太人 法利塞人說 你們這些毒蛇的種類 因為想要來我這邊 領受悔改的喜 你們的心不悔改 以為這樣可以逃避 神的刑罰 所以某些罪需要認罪 才會被神聖 不是一受洗就完事囉 不一樣 他有分靈的救贖 跟魂和體的救贖 像身體出毛病是 體和魂要得救 那他就要認罪 逼他認罪 逼他認罪 蛤? 他說使徒會逼著 不認罪的人認罪喔 這是要有心理準備的 因為要作為眾人的借鑑 就是 這種見證現場發生這個 是神希望我們看到之後不要 犯他們的錯 小孩子跑去碰毒品什麼的 然後 亂搞 亂搞男女關係 這些事情要他認罪 要偷竊 謝謝 或是 結夥去 搶劫啊 搶奸啊 這些 集體幹壞事 或是 偷車 在非洲很常見啦 就是 偷牆拐騙的 偷牆拐騙 這一類的罪 他就會逼他們認罪 否則他們就被抓到法院去 警察就會對付他們 所以他這個是機會教育 讓年輕人知道說 這類的 犯了這類的罪會帶來很嚴重的 屬靈的跟屬世的後果 要承擔這些代價 然後使徒也說這個要把你釘在地上 讓你站不起來 就是 把他釘在地上 好 某些罪不認的話 使徒是可以有權柄把那個人釘在地上 他怎麼樣起不來的 是 是 讓他像老婆認罪 被釘在地上 哈哈 哈哈哈哈 有的小孩子他是 一讀之後要戒除那個毒癮 所以他來禱告的時候要付上他的代價 那個 吸毒上癮 他現在感覺怎麼樣 她來不想付出 我來得到的地方 我來沒有 當她可以來救助 哪裡可以得到 哪裡呢 我著我來 你過來 你會 accord到自己的名義 對 是 對 我們為什麼我們來 規定 是 運善來 你 你如果想得釋放就到前面把你 幹的事都招出來 要公開認罪才能得釋放 是牧師嗎?是使徒 這個是被釘在地板上 要站不起來 得釋放了,感謝主 我去去 你會說什麼你不認識 I understand, men of court So I want to see this boy and mama, the boy need counseling Okay All right So don't just go there Because Tumotiro Yes, whatever Yes, it's a court Okay It's not like that If I was a true show, he must be willing to change his life You must be, hu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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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feel that he will revenge on that lady Who Mamu da revenge? This boy A revenge? For what? A revenge? Because I choose the of sexual harassment No, yes Yes That sexual harassment didn't happen, they accused me Yes, you don't say it happened, but look at what he's saying He says you are going to revenge But why are you saying he's going to revenge? Because I know his lifestyle So you know his lifestyle? I know him But he doesn't see my mindset Please help him Please help him Please pray for him I don't see his mindset I know but please help him Pray for him But how can I pray for somebody who does not want prayer? Do you want prayer? Yes I don't hear you I don't hear you That's why I said you say yep To me So you want help You want prayer? Yes Oka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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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rayer from what? You can eat You know I go the fuck I can't do it Oh What isn't he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Oh It's enough Why do they treat me kami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My mother Please Thank you That's what You can't do it That's what I can't do it entre it I can't do it 这看起来是个精神病的小孩 但是看起来那个又不是他父亲 然后这三个人也不是虔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来祷告的 所以他们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基督徒 有精神疾病 在这个教会会为还没信主的人 不是 他是特殊情况 就是那个讲话的对话的过程 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奇怪的对话 精神病是有一个咒诅 是他父亲那边的咒诅 导致他精神有问题 他要结束之后 因为花很长的时间 大家结束之后个别处理 所以是他自己的节目 就是这样的节目 就是这样我会帮助你的 所以说到这时候 我会帮你进行赏 希望你们再等于我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休息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要休息时 可能会休息一小时 再回来 感谢耶稣赐给我们自由 感谢耶稣为我得意志释放寒突破 感谢耶稣 现在是他们去吃饭的时间 那我们暂时一小时 他们会去吃饭 所以集体祷告还会很晚 可能会太晚 感谢耶稣